古文明的秘密 得到他的人 将打开天空之城 重现上路世界 一千年前 一个部落的族长 为了获得上海能量 带领族人闯入境地 然而 面对他们的确实 快 一千年前 是谁 少女巨人 杀入者 死 他是人 不是谁 真是消磋的 她是人不是神 这就是他们九死一生得来的答案 你刚才说的那些人是新于哪个部落的 那是一个叫巫族的部落 我知道他们的族长叫乌格拉布 乌格拉布不顾祖先的建 他欺骗了上路的守护神 变成了进地的能量 杨利亚姆能说说上谷众神是怎么回事吗 上谷众神和他们的文明 在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后湮灭殆机 这些你在我们的部落都已经说过了 是的 我们将上一纪元成为上路 历经万年 西域又孕育出一个全新的文明 许多部落和新物种诞生并繁衍 那就是现在的我们喽 别吵了 还让不让人听了 一万年太久我就想知道 那个乌格拉布后来怎么样了 乌格拉布自立乌神 他魔化了整个巫族 集结成强大的军队四处四处 西域人民在乌神的上古魔法面前 毫无的环机制 西域顿时 犹如人间炼狱 到处生灵同胖 格丧天女幻化成花瓣 从天可降 将巫神和巫罗们封印在多魔许山 哇 太厉害了 那格丧天女也是上古的守护神吗 嗯 是的 谁 还神呢 不全都死光了吗 这就是我们 可都还活着 我们不要嘲笑那个时代 不要取笑上古文明 因为所有的耻辱 都是地球文明曾经的耻辱 所有的罪孽 这个星球上的人类都曾是同盟 如果我们不曾警醒不曾改变 那样的时代也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战狗 走了 雅拉雅母 外面的天好黑啊 竹马 这里 竹马 你看 黑暗中 只要有了一些光亮 那就是方向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 蛮巴族 还有西域很多的部落 为了告诫后人 不要重蹈蔑视覆辙 我们将上古众神的故事 撰写成歌谣 由我们说唱部落的艺人们 在西域游吟传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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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朱玛 你在做什么呢 诶 亚拉雅姆 不是你教我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采集一些当地的泥土放在这个珠子里吗 只是 放在这个珠子里有什么用呢 朱玛 你身上带的这个珠子叫做五彩石 我们说唱部落在西域各地游走 采集各地大自然的领养 这是一种祈福 种祝福 珠玛 快过来 小心一点 注意那个缺口 干杯 脱我 散 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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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宫是为了救我 祖宫 祖宫 我 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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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祖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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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是 這又是一個部落 你看 竹馬 植物部落很漂亮吧 嗯 但這一切耗監了上千年 他們和這裡的一切有著密切的間 和花草 樹木 水果 有連接 不要小看花草樹木 他們通過根系穿山跨海 在整個星球建立起連繫 天上的鳥 地下的獸 水裡的魚 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個網中相互依存 但是 一萬多年前 上古的那些神 卻要從這裡脫離出來 建立起一個他們自己的網 這是一個衝突 一個對立 災難開始了 抹殺了大自然 最終 也就抹殺了他們自己 那他們自己知道嗎 萬物都有生命 不只你知我知 還有天知地知 包括這些樹的精靈 也都知道 也都聽到 不可思議 有消耿 不可思議 這是什麼 可以 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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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